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外使领馆推出中国领事APP电信诈骗分子就蹭上这个热点 使领馆表示 中国公民遭遇电信诈骗案件数量显著增多 不少骗子先冒充住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给当事人打电话通知 接着又自称公安局的人又给当事人打电话办案 然后用引荐检察院的人 三人电话连线 现场办公 场面紧凑连贯 欺骗性极强 套路二 感情牌打得越来越多 一些网上遇到的红颜知己 不仅温柔知性 英居帅气 还非常懂事 给你介绍捞片门的赚钱途径 当你在畅想和对方美好未来的时候 如果幸运的话 你可能接到警察的电话 比如 你想象的美女被抓了 要看我看一下吗 而更多的情况可能只会人才两空 套路三 诈骗技术越来越专业 你能想象 当你身在国外和网友聊的热火朝天时 骗子一边算着和你的时差 一边看着你那边的热点新闻 还一边学着英语 现在不少骗子越来越专业 有些专门挑特定网站上的外国人撒手 警方之前就抓捕了这样子 看看所谓的外语培训公司 谁能想到里面竟然是诈骗分子 不过小乔也提醒大家 万骗不离其宗 骗子为的都是你口袋里的钱 大家只要记住三步 不轻易陌生来电 不透露个人信息 不轻易转账汇款 骗子就那里没办法 最后为了加深大家的防骗意识 踢踢来自电信嫌疑人的灵魂拷问法 自己灯灯手指就能赚钱的好事 为啥就能能让你 人机陌生连接前 先问问自己 查信息就查信息 为啥还要下来一堆东西 收到逮捕令时 问问自己 警察抓你钱 为啥还要提前通知你 是不是嫌平时工作不够刺激 天上不会掉嫌平 网上住宿市现行 我们提醒正在看视频的底 不清晰 不透露 不转账 嫌平反账 人人有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